欢迎来到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系列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泰国恐怖电影 这部电影在2004年上映时票房猛月第一 也是公认的泰国十大恐怖片之一 亚洲十大女鬼的Nata便是出资本片 小帅是大学里的摄影师 平时负责帮人拍拍毕业照写真照之类 这天小帅和几个兄弟聚完餐 在回去的路上他和女友在车上打情骂俏 结果一不小心撞飞了一个女人 两人受到了惊吓 小美看着躺在地上的女人 想下车去看看 但小帅制止了她的行为 让她赶紧驾车躺离现场 事情发生后 小帅就像没事的人一样 该干嘛干嘛 这心态也是没谁了 但小美却彻夜难免 时常做噩梦 梦见那个女人找自己索命 这天小帅去冲洗毕业照 发现很多照片上都胡着白影 他们都想 只是以为相机出了问题 第二天 小美由于对车祸的事情耿耿于怀 想把事情了结 睡个好觉 他们来到车祸现场 询问交警得知 那天晚上 这条路根本没发生过车祸 更诡异的是 小帅问了所有医院 都没有收支过一个车祸的女人 这就非常奇怪了 以当时的车瘦来看 那个被撞的女人 不死也最多剩半条命 小帅回到家 在卫生间冲洗照片时 发现照片上 有一张隐约的人脸 出现在照片之中 但更鲜美的事情来了 一个身影走进卫生间 她以为是小美 便没有在意 还和她聊了几句 客厅电话响起 居然是小美打来的 小帅顿时几倍发凉 那刚刚进卫生间那人是谁 她放下电话 再次回到卫生间查看 不出所料 里面啥也没有 两人怀疑自己遇到了灵异事件 拜访了撰写灵异事件的杂志社 发现一个工作人员 正在批鬼魂的照片 原来杂志上所谓的灵异照片 都是这么来的 主编却告诉他们 大部分是假的 但也有真实的 主编拿出一台照片 照片上 模糊显示则适者的身影 并告诉他们 一般来说 鬼魂只停留在事件 要么是想停留在自爱身边 要么是生前被害 想要复仇 小帅露出复杂的身情 似乎有点坐责心虚 他问主编 有没有可能是相机问题 才会出现这些鬼影 主编回答不可能 因为这些照片 都是用拍立德拍的 小帅脊背发凉 自从发生那次诡异的车祸 他的脖子和肩膀 就时不时的酸痛 但从医院检查来看 除了体重稍微有点超标 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这天晚上 小帅做了一个恶梦 梦见女友小美 气壳流血 他直接吓醒 刚想和口水冷静一下 好兄弟阿汤出现在家里 只见他一脸憔悴 嘴里还说自己快死了 随后像发了疯一样 让小帅把照片给他 小帅安抚下阿汤后 想打电话 让他老婆来接他 这时 阿汤好像看见了 什么可怕的东西 等小帅转过头时 阿汤已经不见了声音 朋友的消失 让小帅感到一丝不安 小美回家后 看见了桌上的照片 发现那天晚上 被他们撞到的那个女人 居然出现在照片里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拿着拍里德 来到了拍照片的地方 四处拍照 想试试能不能拍到点什么 当他进入一间标本室后 咔嚓一拍 照片上竟然显示出一个鬼影 但是他抬头看 又什么都看不见 小美被吓到了 他想赶紧离开这里 这时 一个箱框掉了下来 小美撞着胆子走近一看 照片上一个叫那塔的女学生 正在被收益容易学位 而这个女学生 就是小美那晚开车 撞到的女人 小美回到家 开始翻找那塔的资料 却意外地找到了 一张那塔和小帅的合照 他找到小帅 质问他和那塔是什么关系 小帅眼看瞒不住 便说出了缘由 原来那塔是小帅 大学期间的女友 那塔性格内向 在学校基本没朋友 他非常非常爱小帅 哪怕顿顿吃泡面 也要攒钱 给小帅买他最爱的相机 但小帅其实并不喜欢那塔 只是玩玩而已 看到那塔被好兄弟调戏 他不但不阻止 还跟着一起嘲笑 再后来 他就把那塔甩掉了 那塔终于帮溃 躲在卫生间里搁碗自杀 小帅发现后不但没安慰 还将他一个人扔在了卫生间 从那以后 小帅再也没见过那塔 小美听完 非常气愤小帅的行为 但小帅辩解说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看他也非常自责的样子 小美心意软 选择了原谅他 过了几天 朋友的妻子找到小帅 说他的那几个好兄弟都死了 而且全是跳楼自杀 小帅终于慌了 他心里知道 下一个就是自己了 小美眼看小帅越来越憔悴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就建议 去那塔老家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点线索 他们来到那塔家村口时 一个小和尚盯着小帅看 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接着 他们来到那塔家 开门的是那塔的妈妈 从那塔妈口中得知 那塔竟然没死 而是在楼上睡觉 两人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说他们猜错了吗 之前并不是 那塔的鬼魂在做怪吗 趁那塔妈去做饭的时候 两人来到那塔房间 守到的二楼 发现楼上堆满了福尔玛林 当他们进入那塔房间时 果然看见一个人躺在床上 后来 那塔妈告诉他们 当初那塔回家后 整天把自己锁在屋里 谁也不知道 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趁家人不注意时 他跳楼自杀了 那塔妈接受不了女儿的事 他用福尔玛林保存女儿的尸体 骗自己说女儿还没死 只是睡着了而已 在两人的劝说下 那塔妈终于放下指令 愿意让那塔入土为安 他们请来高僧 为那塔超度 本以为事情可以结束了 但没想到的是 小帅终于相信 那塔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 毕竟自己当初做的事 实在是上尽天亮 至于他做了什么 我们后面再说 小帅整日体型吊胆 每天只能靠安眠药入睡 幸好还有小美 始终陪在他身边 半夜 小帅感觉 有人在扯自己的被子 起身一看 那塔蹲在床头 直勾勾地盯着他 慢慢地爬上床 小帅撞着胆子 往床底看去 还好 安全 可就在他起身时 差点就和那塔亲上了 吓得他急忙逃跑 那塔也是在后面颈椎不舍 这一段真是太高能了 最后小帅被迫爬出了窗户 顺着消防天往下滑 那塔依旧阴魂不散 道理者慢慢爬向他 这里是全片第二恐怖的地方 第一恐怖的还在后面 小帅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小美告诉他 那塔的尸体 今天已经火化了 他再也不会来纠缠了 事情告一段落 两人决定出去旅游散心 小美来照相馆 冲洗旅游时拍了照片 却无意中将之前的照片 也一起冲洗了出来 他惊恐地发现 照片里 有一个鬼影躺在地上 他将这些照片叠成一塔 快速地翻过后 照片组成了一段视频 鬼影从地上爬起来 好像要在书架里找什么东西 小美走向书架 在一个新方里 找到了一夕底片 他将照片冲洗后 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当初小帅的几个兄弟 不只是调戏那塔那么简单 他们对他做了 更加伤心病恐的事 小帅当时就站在旁边 他不但没有阻止 而是在几人的威胁下 拍下了现场照片 事后 他们威胁那塔不准报警 否则就把照片公之一众 小美实在不敢相信 自己一直深爱的人 居然是这种畜生 他实在无法原谅他 头也不回来离开了 小帅很懊恼 他也很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 可伤害已经造成 再也不能挽回 后悔有够毛用 他烧掉所有照片 拿出潘尼德 想找到那塔的声音 说假 卧室 卫生间 厨房 所有地方都找遍了 依然没有拍到那塔 他生气的把潘尼德摔在地上 潘尼德掉在地上后 对着小帅的房间 自动拍了一张照 照片缓缓滑出来 小帅走过去 捡起照片一看 当时就给吓猫逼了 这太恐怖了 卧槽 怪不得他的脖子老是酸痛 怪不得他的体重 突然间飙升 怪不得小和尚看到他 会露出怪异的表情 原来 那塔一直骑在他的肩膀上 这也太恐怖了 我看的时候 突然间感觉我的脖子 也有点酸痛 最近我这体重啊 也是蹭蹭蹭的往上飙 难道说 小帅在巨大的恐惧下 背着那塔 从窗户掉了下去 不过他并没有死 小美西医院看望他时 他成了一个 无意识精神病患者 从玻璃的反光里可以看到 那塔依然骑在他的肩膀上 相比日本阿飘的 无差别攻击而言 太古阿飘 向来讲究阴狗轮回 虽然一样很吓人 但不会造人反感 在电影里 那塔三观操政 冤有头再有主 不伤害无关的人 简直是鬼见良心 阴间楷模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如果爱 请深爱 如果不爱 别伤害